这是我妈在网上给孩子买的一个羽绒裤 孩子说穿着不舒服 总说有异物 我把这里剪开了 然后里面的东西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是冰囊渣和烟屁股头 这是我第一次清理出来的异物 我刚才摸到这个地方好像也有异物 好像是什么硬片硬纸壳 我的妈呀 这塑料硬纸壳 这能放在孩子的羽绒裤里面吗 难怪说她卡着肉不舒服的 网络购物是当今人们重要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 而网购平台的出现 为顾客提供了一个介于承诺与不确定之间的购物体验 他们颠覆传统零售结构的商业模式 使中国的供应商能够直接与消费者联系 消除对中间经销商的需求 这种独特的方法使产品的价格远比普通市场价格低 问题是 这些网购平台 到底是为顾客提供无与伦比优惠的隐藏宝藏 还是购物者都应该警惕的陷阱 随着越来越多商家加入 中国电子商务购物平台上 也出现越来越多假冒商品和山寨品牌 而且许多货品来源难以追踪 使监管这些网购平台的难度上升 而这些网购平台对此类涉嫌违法的假货产品解决方法并不多 以淘宝为例 当遇到涉嫌违法的假货产品时 淘宝客服仅表示商家有虚假宣传 将扣除商家店铺信誉分或对产品进行下架处罚 因此不少山寨商家利用政策漏洞趁虚而入 不但以极低的成本模仿主流品牌产品的外观或功能 创造出在价格方面超越正品的山寨品牌 当被网络平台客服警告时 还会直接注销店铺 让买家和客服无处申诉 也没有办法取得应有的退款 这些政策上和监管上的漏洞 使中国假冒商品商人日益猖狂 如今在中国任何一个网购平台的搜寻处 打上精品高仿 都能看到各式各样的奢侈品牌服饰 但价格一看就知道便宜到不单纯 俗话说一分价钱一分货 由于网购平台没有货品检测机制 不少黑心商家乘机把励志商品低价售卖 完全不会顾其顾客商品后的安危 然而这些危险的山寨货 对中国人来说都是见怪不怪了 从名牌奢侈品 到日常生活用品 甚至是食物 在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中 已经遍布各式各样的山寨产品 中国山寨产品之多 老百姓想避都避不开 举报也举报不及 今天可能出现了一个正品 明天就会出现无数个相似的山寨货 即使有老百姓最终发信了自己被骗 打算报警举报黑心商家 这些商家都不一定被绳之以法 主要原因可以归咎为三个 第一 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不足 让这些商家能利用不完善的中国法律 被自己辩解开吐罪名 第二 一些著名的山寨商家 由于产业链复杂 利润庞大 为了避免麻烦 有可能早就与官方形成特别照顾的关系 就像福建莆田市一样 莆田90%的人都跟假冒商品莆田鞋有关 又有谁可以投诉莆田鞋造假呢 第三 中国市场监管存在真空 监管部门形式敷衍 为什么说中国市场监管部门坐实敷衍呢 让我们看看以下这个例子 2023年11月3日 山东济宁一位网友 代名阿峰 在淘宝商家 齐峰家具店 购买了一套非洲石木 大板茶桌一组合 到货后 发现产品存在质量问题 怀疑是假冒商品 随后 阿峰多次向商家 索要产品合格证 质检报告 家具使用说明等证明 商家均拒绝提供 他一怒之下 向杭州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但没想到 是监管部门 竟然要求消费者 提供商家违法的证据 而不是立刻进行调查 消费者问 为什么淘宝这么多卖假货 就因为 你们市场监控 监督部门就不作为 对吧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吗 监管人员答 那你说 它是假货 就需要你提供有效凭证 你们双方都没有办法 消费者说 他不 他不 我跟他要 我按照全部的权益 包含 我跟他要的东西 他不能提供我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是他 监管人员说 他没有办法提供你 消费者问 他为什么没有办法提供我 你作为市场监管的 你不能跟他要吗 监管人员说 他没有办法提供 他目前也没有办法提供给到我去 我们怎么去核实他这些情况呢 消费者问 那你局势干什么吃的 中国在2022年 开始大力打击删带产品 遏制删带品 在市面上大肆流通贩售 每天都有大量假冒产品被焚烧拆除 但事实上 网购平台对商家和商品筛查不严 加上政府监管部门不作为 这些打击行为恐怕只是表面功夫 现在还有不少顾客 在网购平台上找到山寨商品 只不过如今的山寨商家 没有以前那么正大光明的卖假货了 但他们也没有因为政府严厉监管 而减少或者消失 是谁说 现在山寨首期都已经消失了 这不明目张胆的出现在 电商平台的首页吗 有位粉丝说 自己的家人在网上搜索首期两个字 出现了一款山寨首期 名为荣耀显通首期 用着高通骁龙888的处理器 卖得还挺好的 买回来一看 原来是山寨机啊 在这种种事情里 反映出 中国政府不但打击山寨商品和假货无能 无法拒续山寨商品的出现 还让中国的山寨市场进一步通过网购平台 扩展到海外市场 近年 外国海关多次搜查到来自中国或者香港的劣质山寨货品 中国世界各地也开始对中国出售的商品提高了警惕 中国多个网络购物平台和实体店近日进入了美国的恶名市场名单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月30日发布了2023年恶名市场名单 不仅中国微信淘宝和拼多多等网络市场上榜 另有7家实体市场也再度被点名 USTR说 中国仍是全球第一大假货商品来源国 这次恶名市场名单 评选条件主要针对潜在健康与安全风险品 利用品质低劣的材料 并在避开监管或缺乏安全控制下制造 从而导致产品不合格 无效且具危险性 例如 儿童玩具与商品 车辆布线 电子商品 药物和医疗用品 个人保养品 服装和鞋类等 此外 假药贩卖因存在暴力而成风 不但令普通民众困扰 也给边境执法人员带来难度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署官网显示 今年有来自18个不同国家的39个网上市场平台 和33个实体市场平台被指控参与或协助了商标假冒 或版权盗版行为 这次被点名的39家网上市场 除了来自中国阿里巴巴的淘宝 腾讯的即时通讯软件微信 百度云 存储服务百度网盘 敦煌网及拼多多等再度入列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虾皮同样上榜 还有印度的三大网络平台 这也是美国连续第十年将淘宝列入恶名市场名单 第二年将拼多多列入恶名市场名单 而拥有国际在线零售服务平台的全球速卖通 和微信电子商务生态系统 也在2022年第一次进入名单 这两个实体被指控助长了大量商标造假行为 而33个实体市场则来自18个不同国家 包括中国、越南、印度、菲律宾等 其中深圳华强被电子产品商业带 北京秀水市场、上海兴旺国际服务市批发市场 广州站西中表城、辽宁武爱市场、深圳罗湖商业城 和广州新百家网络批发城7个中方市场均遭点名 其中深圳华强北作为是中国知名的电子产品集散地 更是中国四大假货天堂之一 华强北依靠深圳作为电子制造基地 再加上倒卖香港来的水货 被全国零售商视为三锡数位拿货胜地 不仅白天在各种商城里 可以买到廉价电子产品 还有廉价不知真假的化妆品外 晚上还可以去鬼市买到1比1复刻的各种奢侈品 甚至还有甲太森吹风筒 在视频里面可以看到甲太森吹风筒除了外壳式塑料 重量比较轻之外与真货一模一样 再加上假货商人可以透过配重让假货重量与真品持平 可以说外人难以分辨真假 假货商家甚至以用真钱买的就是真的的理由说服客人购买假货 可以说中国生产的商品很多都是真真假假混在一起 连鞋子都可以是左右掺和 出现左脚是真品右脚确实假货的情景 哪怕是专家也不一定能分辨出来 然而并不只有深圳的华强北电子市场 这一大型假货山寨市场 中国稍有名气的山寨天堂 具有浙江衣乌市和福建莆田 但也有不少著名的假货之都还没有被外国人知晓 也没有上过恶名市场名单 比如中国假皮包之都广州白云区 假化妆品之都苏州 假外贸服装之都青岛 山寨自行车之都天津 以及假蚕丝被之都浙江同乡 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 不少外国知名品牌 曾经在中国建立主要制造工厂 这些工厂将自己的代工技术 转作赚钱渠道 在淘宝 拼多多等网购平台 售卖次品或者样品货 有些代工厂甚至干脆自己发展假货产线 把山寨卖到世界各地 而在疫情期间 中国网购企业全球速卖通 拼多多海外版摊姆等 通过超低价产品迅速向海外扩张 受高物价困扰的海外消费者 纷纷被诱惑 美韩等国零售市场 正快速遭中国产品蚕食 随着新冠限制令的结束 实体市场人群有所回升 假冒商品也卷土重来 部分销售商以实体店面当掩护 作为与客户联系 样品或产品的测试场所 完成在线买卖 中国山寨产品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对于山寨商家来说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他们厂商做不到的 而这些山寨假货 也通过网购平台到世界各地 为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山寨国 出了一份力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报告中说 中国仍是全球第一大假冒商品来源国 来自中国的假冒盗版商品 加上从中国转运至香港的商品 占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在2022年查获的假冒盗版商品价值的60% 根据2020年 美国智慧财产与仿冒商品情势回顾报告 全球因假货遭受的损失 至少达到1.7兆美元 假冒品也造成全球250万个工作机会流失 除了精品之外 消费性电子产品是中国山寨市场上 最受欢迎的产品之一 也是流入海外市场最多的产品之一 例如iPhone等系列产品带来的高利润 也让山寨苹果等产品在中国变得猖獗 根据中国传媒1月27日报道 四川省穗宁市公安 早前破获一宗特大假冒 Apple Airpods蓝牙耳漆集团案件 逐了查获一批 在广东和广西生产的假冒Airpods耳机 公安还倒破了集团9个制甲据店 8个销售据店和3条生产线 估计涉案总值高达1.67亿人民币 报道提到 穗宁市公安查获的假冒Airpods超过6万9千付 半成品达4万5千付 制造工具4套 包装材料超过5万套和零售件1万多套 公安汇报只在调查期间发现 假冒Airpods已经销售到广东 山东 四川 海南等全国十多个省市 证明这个假造集团拥有庞大的销售网络 公安暂时还未知道 涉案假货有法走私到海外市场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劝戒中国当局修改并扩大执法范围 以应对实体市场假冒商品销售性质的不断变化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称 仿贸与盗版商品交易损害美国劳工经济安全 破坏制定公平与包容性贸易政策工作 今年的恶名市场名单意义尤为重大 因为它强调了假冒商品的潜在危险 它补充道 作为一项重要经济工具 该名单将敦促私营部门与美国贸易伙伴采取行动 打击任何有害行为 事实上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每年都会发布特别301报告 分析全球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及执法情况 因许多产品通常是在美国以外制造 自2006年起 该机构首次确定了恶名市场 以提高公众意识 帮助市场经营者和联邦政府 优先考虑知识产权执法工作 并保护美国工人和企业 而中国在这份恶名市场名单上的比重 也确实不小 百度和淘宝在2011年 进入到第一份恶名市场名单中 之后 包括搜狗 九一无限 北京秀水市场 北京海龙电子城 上海杨浦一高数码城 深圳罗湖市场 浙江伊乌小商品市场 和香港语人街等 也进入了名单 尽管中国网络商业巨头 多次表明会加强监管 比如阿里巴巴在这次名单发表后表示 将继续与政府机构合作 解决各平台 在指示产权保护方面的担忧 只有微信公司的腾讯集团 后来亦有回应 已投入大量资源 保护其平台上的知识产权 并强力反对美国贸易代表做出的决定 并致力于合作解决这一问题 但山寨货币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而且几乎每一年都有中国网络购物平台 登上了这个恶名市场名单 2011年12月 中国媒体新华社一层发表评论 认为美国以保护 只是产权为名 展开所谓维权行动 以美国标准单方面发布恶名市场名单 有失公允 中国官方认为 从打击侵犯知识产权 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角度看 恶名市场名单有一定价值 不过因为名单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站在美国相关法律和执法环境的立场 单方面听发布的 因此并没有其他国家得到足够的认可 相反 被中国评级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年度评估得到了美国服装和协力协会 和美国电影协会等行业机构的热烈欢迎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 虽然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不过它多次未能履行其贸易承诺 有分析认为 大陆假货犯弹 中共体制是祸根 中共体制的急功近利与监管缺失等 导致中国大陆假冒伪劣商品泛滥 甚至有不少劣质商品流到海外 导致中国生育一跌再跌 而近年 中国社会动荡 百姓生活困难 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 很多商家罔顾商业信誉和消费者的健康 肆意用劣质山寨商品混淆视听 而消费者对这些山寨产品的危害并不知情 导致很多可悲的事情发生 可悲的是 在中国这些被山寨祸害的百姓 连深处的渠道都没有 一条人命在中共眼里竟是比草间 一条人命在中共眼里竟是比较一样的 避免